航海王今天連續第二天大反攻 接下來到底怎麼看 有船票的朋友們 或者是你想要追船票的朋友們 看過來哦 歡迎收看股市紮禁 我是陳俊仁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造妖男現行 好的今天來講的話 黑色清晰物又出現了 然後台北股市開低大跌 那我心情就說今天來講的話 幾家歡樂幾家愁 因為今天來講你如果有買對股票 抱對股票來講的話 其實今天中小型的電子股表現是不錯的 好那今天來講因為盤前 大概比較緊張的是美國股市 其實是比較明顯的回跌 那市場上的憂慮是在於說什麼 台積電昨天法縮會 大部分都出現一個說不如預期 然後再來就是說 昨天晚上台積電ADR大跌超過5% 所以今天來講台積電開低重挫 那我相信整個拖累大盤一定有 來 今天來講的話大家也發現 台積電一檔股票大跌 那大盤大跌個超過100點很正常 那外資大賣個225億 我相信 符合大家在盤中大概 外資今天大賣來講的話 不用去多解釋什麼 那今天行情的重點是在什麼 兩個部分 第一個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希望看到的是什麼 老師 航運股 航海網來講的話 連續兩天大返工囉 現在來講的話 我到底在往上拉的話 沒有船票的 是不是到底要不要跟上來 趕快再搭上船這樣子 當然你還留在船上等著看 拉起來能不能讓我 有一個安全下裝 或者是你這樣 下個禮拜你又準備棄船了 不管你在想什麼 今天來講就好是Lite 比較多的朋友 就是希望就好是在節目上分享 那個電子股 我知道老師 你的電子股會漲 我知道 你對航海網怎麼看 貨櫃三雄你怎麼來看 我這邊節目一開始 我先跟大家來聊 現在來講的話 你如果 死握著船票不放 我跟大家來解析三大隱憂 那這三大隱憂來講的話 我希望就是說大家 以一個什麼 旁觀者的角度 不管你手中有沒有船票 那也許你在考慮下個禮拜 再漲的話我就是要追了 再漲的話 那個船票我就要上漲了 或者是你這一邊在考慮說 老師我坐在船上 那我如果可以解套的話 下個禮拜我準備棄船這樣 不管你的心態是什麼 你現在想的是什麼 我告訴你三大隱憂 第一個國際油價 我相信就是說 你收看我的節目來講 忠實觀眾都知道 我跟大家提醒過 就是說過往包含了今年 航運股 過往本來就是什麼 它的最大的功底 它最大的股價 最大的敵人 就是國際油價 全球市場的一個經濟復甦 當然大家不要用台灣的角度 因為台灣來講的話 是在取決於到底要不要解除警戒 那其他國家成熟經濟體 早就已經解封了 那大家你如果看美國的棒球來講 就好是棒球迷 我很羨慕那個美國人可以 聚在一起幾萬人 聚在棒球場裡面一起看球 我看到兩個球隊的球迷打架 我都心裡好羨慕喔 他們可以在棒球場裡面 我要談的是什麼 國際經濟復甦 油價一定會有一段的飆升 來 那個國際油價來講的話 大家你可以發現 今年的行情 從3月份開始 你會發現什麼 國際油價在進入 第二季 然後再來第三季交接的過程來講的話 它是緩步走揚的 沒有像去年那樣子 年底這一段的比較 比較明顯的飆升幅度 那我要告訴大家說 過往來講的話 當經濟從底部復甦 也就是說真實的 從一個大空頭 或是一個大災難 然後經濟來講的話 從谷底翻身 過往沒有任何一次例外的 一定會有一段的飆漲 那我相信就是說 我在節目上也跟他分享到 國際油價 從第三季開始 你要留意什麼 因為80塊美元 已經是什麼 現在可以預期的一個目標了 另外來講的話 90塊 甚至100塊 過往來講的話 航運股不管海運或空運 它的股價被打到一個 低檔或是踩在地上來講的話 通常 那個國際油價都在90塊 甚至看到100塊美元的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位置 還沒上船的你想要買船票的 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如果接下來7月下旬 8月9月的時候 國際油價如果一波的飆升 那你現在上船 一定會遇到一段的大動盪大風雨 飄搖的程度 你要小心 你能不能扛得住 這是國際油價的部分 每一次的經濟大復甦 它都會有一段 沒有例外的國際油價的大飆升 每一次的股底翻身 經濟的股底翻身 都是如此 那我跟大家來談 國際油價是你整個 在第三季行情要去注意的地方 也就是說大家你現在討論 哇 航海王它能夠股價被看好 然後營收能夠成長 下半年度看好 都是在於整個國際運價的上漲看漲 那如果國際運價好維持上漲 但它漲幅跟速度 低不過油價的時候 留意 那航運股的修正 或者是大幅度的修正 或者是甚至是說 航運股下台鞠躬 那就免不了了 好不好 我這邊沒有在唱錯 我只是跟大家來談 三大重點來講的話 我怎麼來跟大家來解析 第二個 國際的政治因素 你可能說老師 跟政治有什麼關聯 我只要簡單去跟大家來談 因為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鮮少有人會跟大家聊到 那我跟大家來談 也不是因為前一陣子 美國總統拜登出手去查運價的關係 而是我要告訴大家 現在來講的話 全球經濟的復甦 那不管你任何的 那個國際之間的物流 包含的就是說企業的所需要的那個設備 你所想到很多東西都需要海運 當然空運也是 好 特別留意 如果運價漲幅到一個 危及某個國家利益的時候 那你要留意 成熟經濟體歐盟 英國 美國 我講白一點 全世界八大強國裡面 有能力可以掌握 整個聯合國的體系的那些國家來講的話 那一些強權 他不會想要出來押運價嗎 因為運價如果無限制的上漲 那包含到就是說國家的什麼 利益 貿易之間的那一個成本 也會拉高 他如果拉的太高 危及到 或者是折損到 大企業體甚至國家的利益的時候 小心 成熟經濟體的那一些強權 他一定會出手 我相信就是說這一邊那種前一陣子 不管是鋼架 不管是國際的鐵礦砂 我相信你只要查一下過往 每一次幾乎都是在往往的 那個干預完之後 莫名其妙的 那個價格就被打壓 價格就怎麼樣子了 那後面來講的話無疾而終 你都不曉得 那個原物料行情 或者是這個價格的行情 忽然之間 告一個段落了 那告一個段落了 你的股價留在原地 那你也是完全的不曉得 到底什麼原因 誰都沒有辦法說 就是哪一個國家出手 就是這個原因 沒有辦法 所以我要告訴你 因為國際的運價 他如果無限制的往上飆 終究會危害到 大企業體的一個利益 另外來講的話 如果大企業體的利益 又牽涉到某個強權國家的利益的時候 不要以為 這個會變成是自由競爭市場 就放給他漲 特別留意 第三個 漲幅跟風險 我這邊只要 跟大家簡單去分享一個邏輯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大家這一集的節目來講的話 可以好好去思考 就要是幫大家的一個解析 因為這個觀點來講的話 也許很多投資朋友會覺得 你是在說什麼 這些來講的話 我 不太能夠接受 或者你也許會不認同 但是慢慢的 我跟他來談的是過往來講的話 整個 會有的習性 只是沒有人把它整 綜合起來 讓你去思考而已 來 我們以長榮來講 2603的長榮來講 今年他從最低30塊2 然後一路的 拉到 這一個波段來講的話 最高233塊 長榮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漲幅已經 6.76倍 特別留意 倍數 大盤今年來講的話 從最低 大盤 台北股市大盤 從最低的那個 低點從1萬5左右來算 因為今年來講的話 大盤漲幅 不過也才18% 19%的區間裡面而已 可是 長榮 從最低 今年度的最低點 2021年的最低點 漲了超過6倍 6.76倍 好 我跟大家來談 是希望就是說 大家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樣一個邏輯 你能不能接受 那很多朋友要我 分享一下對於 這一篇來講的話 還 適不適合持續的 死握著傳票這樣子 好 陽明來講的話 從今年最低18.75 到今年的最高點 234.5 234塊半 這個波段漲幅來講的話 也是大幅度超越大盤 大盤來講今年 了不起 才18% 19%的漲幅而已 但是 陽明 漲了 11.5倍 完完全全 大幅的超過大盤 2615的萬海 萬海來講的話 從今年最低 40.95 40.95 那一直的到 這個波段的最高點 353塊 萬海來講的話 波段的漲幅 也是怎麼樣 超過7倍 7.69倍 這邊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數字來講的話 遠遠打敗大盤 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說 為什麼 一直到現在7月份了 那行情出現動盪 航海王 三檔股票 貨櫃三雄 那個拉回的時候急跌 或者是直接打入跌停 都還有人就問說 這邊還可不可以買船票 拉起來 他安全拉 我可不可以上船這樣子 那有些人會聊到就是說 我這邊來講的話 是不是個買點 如果買點來講的話 昨天拉漲停 今天又只是去公 我賺錢 因為這樣的股價的吸引力 完完全全打敗大盤了 所以很多人這樣的吸引力 會有所的 覺得說 會不會對於後續來講 因為大家對於財報的展望來講的話 大家都看好 因為運價的看漲到現在來講 如果沒有大幅度的修正 政治的因素沒有發酵 那後面國際運價 再持續往上攀升 大家都看好貨櫃三雄他們 下半年的營運 所以股價這一邊來講的話 因為營運好 後面股價都會有表現 所以誘惑力很大 但我要提醒大家 已經遠遠 漲幅大 勝過大盤 甚至我必須要談 我們貨櫃三雄 長榮陽明萬寒 三檔股票的漲幅 也怎麼樣 也勝過打敗 國際的任何 海運集團的股價 我跟大家來簡單去想一下 提醒一下這個道理 回到我身上 這樣的漲幅來講的話 你覺得風險高不高 如果後面的一些因素慢慢的發酵 如果後面來講的話 整個市場上面的漲幅 需要被壓抑的話 那你現在上傳 獲利的機會 或者是整個後面報酬率的機會 是不是壓縮了 當你的報酬率壓縮了 包含我剛剛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上傳 或者是死握船票 他的風險也拉高了 請問你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是不是有其他的選擇 你應該 是不是應該要把你手中的資金來講 放在一個 相對於去追海運也好 或者是我就死抱著 船票不放 我就是要看到年底 看他怎麼樣 如果這一邊 你有一個機會 先把你資產做一個配置 不要說全數就是 不要海運了 不要航運股了 不要說這樣子 因為太武斷 我只要提醒大家 我現在跟大家來談的是 現在你為什麼要抱著你的辛苦錢 去走一個鋼索 我剛剛講的三大的因素 三大的隱憂 其中最大的一個變數 而且那個變數來講的話 可以直接讓一個類股族群 也許一段多頭就是告一個段落 政治因素 國際的政治因素 如果那個問題 那個隱憂 真的發酵了 因為 牽涉到國家利益 那就不是股價這一邊 你營運好 或是怎麼樣 有沒有賺錢 或是賺錢比以前賺得更多 就可以去決定股價的 當牽涉到國際利益的時候 那你要特別留意 現在的國際運價 當然也許你現在就是看好的 所以你還不會想到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我跟他談的這個隱憂 發酵了 你手還握著航運股 你手還握著船票 你要怎麼辦 你現在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除非你本身 有一個特技表演的能力 像這一位巴西的達人 走鋼索的達人 可以在這個瀑布上面這一邊這一條的鋼索 他可以在上面破空翻 然後再回到這條鋼索上面 除非你可以這樣 否則來講我跟大家來提醒 現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我已經在節目上不是第一次強調到 現在是處於 經濟復甦的階段 美國股市 這一段時間都已經在爭論說 那個通膨的隱憂會不會影響到 整個後面來講的話 股價的表現 華爾街那邊一直要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聯準會那一邊的動向 最近來講在美國股市會變成是什麼 影響它漲跌的其中一個因素 你也會發現哥派鷹派隨便講一句話 然後美國股市就漲 美國股市就跌 我要跟他談的是什麼 你可以從這個小小的動作 影響到美國股市的表現去看到什麼 如果接下來國際運價已經到一個 可以怎麼樣 壓縮大企業體的一個利益的時候 甚至壓縮到 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之間的利益的時候 那你覺得 那一個全世界的八大強國 經濟強權的國家 會不會做一些動作 不要說美國總統拜登 其他的國家來講的話 會不會相繼的去討論這個問題 或是爭論這個問題 我希望沒有人在討論那個股價的過程中 跟你提醒這件事情 就好是在這一邊 把這個問題拋出來 提供給你好好去思考一下有沒有道理 當然這邊來講的話 我也必須開個那個小小給大家 提醒一下 因為這個我希望就是說 這一這個神鬼奇航的電影來講 大家都很喜歡看 就好也是電影影迷這樣子 那最近這一段的時間來講的話 航運股的股價來講的話 很多的網路上 苦手的影片 都會拿神鬼奇航的片段來做一個 做一個 算是約語也好 或是就是說吸引大家的目光也好 但是一個討論的熱度是有的 那就好是只是提醒大家 欸神鬼奇航最後面的一個大結局是什麼 死無對證 好 我只要提醒這件事情 神鬼奇航最後面的結局是死無對證 也就是說你到後面來講的話 死罷了傳票不放 一個你沒有辦法去察覺到底是哪個因素 哪個理由哪個國家哪一個政治人物 哪一個世界強權的國家要讓 國際的運價讓他做 那個一波的行情 一波的漲勢高一個段落 你無法去察覺 新聞媒體的報導來講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跟你保證 絕對是那個理由 所以我提醒你是什麼 當然不是看壞 我只要告訴你就是說 每一檔的基優股他都有甜蜜的買點 就好像今年1月份的時候 大家全市場去看好 台積電有800塊900塊的能力 台積電甚至有人喊上千塊 所以才吸引到市場上 不少的投資朋友來講的話 用任何的理由甚至all in 把那個甚至有工程師的老婆 在網路上談說他老公 把家裡面的積蓄來講的話 甚至有那個資產去抵押換現金 然後all in台積電的 那我先說一直到現在來講的話 你all in台積電或者是追買台積電 那620塊以上 你都對於現在台積電的股價 都覺得憂鬱也好 憂慮也好 或者是整個擔心也好 但是你擔心歸擔心 你可以說台積電是不好的公司嗎 沒有 那我相信就是說 現在你來看貨櫃三雄 不是他股價漲成這樣子 我們去看貨櫃三雄 長榮揚名萬喊 這三家公司的經營好不好 他是不是好公司 是 是不是基歐的公司 是 但是他甜蜜的買點 說實在的 已經過了 我就聊到 這一個波段來講 你如果沒有在6月份 事先部署好 或者是5月初那一段 拉回的過程 你沒有縫低去接 那 接下來的甜蜜點 不應該會是 現在這個拉起來 然後又打下來的過程 我最近在節目上 已經跟他來談 那個其實 現在來講的話 揚名長榮萬喊 也許走的是這個過程 但我寧願 貨櫃三雄來講的話 我寧願他有一個健康的拉回 有一個甜蜜的買點 我再進場 這裡來講的話 有其他的機會 我堅持住 有明明有不錯的股票 明明有接下來 在第三季電子拉貨潮 你可以逢低介入的股票 明明有上半年 表現非常拉長 但是他基本面有 然後 下半年度 他會有一段落後補漲機會的電子股 我覺得這個才是你現在 真的要把資金放在裡面的一個標的 當然我不是告訴你 全部重壓電子股 我反而是要提醒你 剛剛我對於航運股的解析 包含的就是說 現在我告訴你 每一個基優股都有甜蜜的買點 我告訴你 我的心態就是說 如果給我甜蜜的買點 我會帶會員進場 那這邊我寧願怎麼樣 把會員這一邊的資金什麼 放在後面有補漲機會 甚至會有一段 飆升行情的電子股 因為下半年度 慢慢的是電子的旺季 今天大盤大跌 你手中有對的股票 當然航運股今天哪有漲 那他就是對的 那當然這個漲來講的話 我已經提醒你 你如果要上船買船票 剛剛跟大家來談了 隱憂是什麼 那我在6月底的影片來講 Light這裡就已經告訴大家 那個景氣循環股來講的話 不要追在第二季的季底 跟第三季的季初 我相信你都看得到 所以我Light這一邊非常重要 畫面左下角 小老鼠 Goldrich 55688 小老鼠 GORICH 55688 或者是畫面上這個QR Code 你掃描加入 因為接下來講的話 我在Light這一邊 來跟我的Light粉絲們 來分享就是說 接下來由哪幾個概念股 或者是由哪幾個 在電子拉貨潮的過程當中 你務必要去留意的重點股票 那我相信你在整個 7月初 你有在我Light鎖定到 拿到那一段 拉貨潮必定要追蹤 務必要追蹤的族群來講的話 我所點名的 重點的股票 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都有表現 今天來講 我就直接講白的 你只要有拿到那段影片的朋友來講 又有一檔股票 今天衝漲零版了 小老鼠 Goldrich 55688 小老鼠 GORI CH 55688 我希望這一集節目內容 在禮拜六禮拜天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談 你要不要上傳 或者是你要不要棄傳 你可以去考量的一個因素 電子股接下來 你不可以錯過它 最近的節目內容來講的話 我一直在強調 賺錢的關鍵在於 你能不能提前部署買進 如果你提前部署買進的時機 對了 你是被動的輕鬆的等著 你買進的股票來講的話 後面有一段的漲勢 那我相信就是說 我剛才也聊到了 航運股它有甜蜜的買點 我寧願在這個階段來講的話 將資金放在相對風險低的電子股 因為我知道它會有補漲空間 我知道會不會也會拉貨潮 所以我早就鎖定那些股票了 航運股甜蜜已經過去了 我寧願等待下一波 但是眼前這個當下 許多朋友在考量這邊到底要不要上船 這邊到底要追船票 我今天節目告訴你 我分享給你做參考 也希望就說Light這邊的朋友來講的話 你一直在希望就好是分享的朋友來講 也在特別在禮拜六禮拜天 節目上讓你多看 讓你去多聽 今天來講的話我相信 大家都看在眼裡 因為大盤大跌 大盤這一邊來講的話 昨天那個美國股市的表現 包括台積電一開盤就是重挫 但是不是所有電子股都全數重挫的 今天來講的話 你買對電子股來講的話 你今天心情是輕鬆的 因為今天電子股來講強弱分明 今天電子股來講的話 它是跟航運股來講的話 是平起平坐的 這一檔的創委我相信 這個禮拜的節目上 這連續這幾天下來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過 部署完終於等到他漲停板 今天是連續第三天漲停板 好 那今天來講我特別在節目上公開 這一檔的 創委 我的電話清代會員來講的話 全數的做一個停力了結 出清了賣光了 不會有創委 因為我們的創委來講的話 賣光是什麼 收回現金 後面會有新的股票來做部署 那今天來講我相信你家我來的朋友 我盤中就已經分享了 今天來講的話 昨天節目就有談到 我的創委來講的話 昨天慢慢的 精英會員還是VIP等級的會員來講的話 陸續的逢高 一批一批的來做獲利了結 這一檔的創委來講的話 我VIP的電話清代會員買最多了 還最後留有十張 十張的部位 要來等待最後的停力 所以今天來講十張 掛掌停板賣掉 收回怎麼樣 一張賺 四萬一千五 十張怎麼樣 淨賺 四十一萬五 我相信前天來講的話 我都已經在節目上 跟大家來分享 我電話清代的VIP會員 這樣一天一天 一根掌停板 一根掌停板 逢高賣 分批賣 收回的 那個淨賺的現金部位 我都已經分享到了 這檔創委的話 從上個月 我就聊到 感謝他們願意相信我 因為上個月 航運股很強 你手中有資金了 你一次可以吃十張二十張創委的 可以超過三次加碼的 那就是真的相信我 因為等於是你有資金部位 你可以去做航運股 但是你成為我的會員 你相信我的 反而去加碼創委 我這前兩天已經講到 不只三次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有一批的那個 我的VIP 電話清代會員來講 多的是創委可以賣 講白天 這幾天來講 初清來講的話 至少也賣二十張 一個人至少賣二十張 還有賣三十張 二十五張的 那今天最後 最後一批 初清來講的話 淨賺是十一萬五 當然啦 你如果說你上個月 你部署了航運股 然後你七月初 這個月月初 你有逢高挺你 當然是打敗創委 當然啦 但是我們的穩健操作 從來沒有所謂追高的問題 好 那我相信就是說 這個日線圖一攤開 你自己就會明白 為什麼我們創委 沒有追任何追高的問題 我就有特別聊到 你知道嗎 6月份在這個位置 尤其是黑K棒的時候 我買都是在大盤大跌的時候 我買都是在大盤動盪跌的時候 我的會員都會知道 所以我的訊息會員 應該也可以發現 每一次大盤跌 或大盤擊殺下來的時候 我就一堆買訊出去 就買訊出去 叫你介入什麼股票 那這一檔的創委來講 六月份 願意在這一邊讓我帶著你 來買加碼的 這一波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豐收的戰果 你買在這裡 有沒有追高的問題 沒有 甚至我直接講 買在這個半三腰來講的話 你等的就是他最後一波的 直接往上噴的這一段行情 我相信就是說 資金的輪動這個概念 我已經在六月份不斷不斷的強調 而且在電子股非常明顯 那創委 當然我必須要再強調一次 我非常感謝 願意相信我 然後那個有實質有資金 不去買航運股的 然後 跟著我一起來加碼創委的 這幾個清代會員 真的是非常感謝你們 那當然因為這個過程來講的話 他是 七月份 然後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之後才開始噴 就是這個禮拜之後 才開始往上噴的 前面來講 也是拉高很慢這樣子 那那個 那個會員有在問說 老師要不要換股 要不要換股 對啦 後面終於等到這個 可以 戰果豐收的階段了這樣子 必須再一次的感謝 當然第二檔 今天來講的話 IC設計的股票 很多都是往上做一個衝刺的 好 6202的盛群 這個波段來講的話 第四根漲平板的 我相信這一檔股票 我在節目上 不只一次跟他談 甚至我最近都在跟他強調 我五月底就跟你講到他 被錯殺的股票 今天來講的話 這一檔的盛群 也是我的電話 VIP的會員來講的話 最後的停歷 最後的停歷 那今天來講的話 最後的停歷 最後的五張就全部賣掉了 那這一檔的盛群來講的話 必須談 這個波段下來講的話 我們賺了五成 剛剛的創委來講的話 有我們的會員那樣至少 親到會員這邊至少是賺六成 那甚至有人快接近七成的報酬率這一邊 統一的在這節目上 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我跟他談的是什麼 我跟他證明是什麼 不是只有追買市場的熱門股票 你才可以賺到錢 逢低來做部署 基優股的甜蜜點 你只要做對 選股邏輯對 你也可以什麼 賺到錢 那這一檔的盛群來講的話 今天我們 電話清代的VIP會員 最後五張全部賣掉了 淨賺什麼 24萬5好不好 24萬5 所以其實今天來講的話 算是戰果豐收 因為畢竟這些 我的電話清代會員來講的話 從五月份加入的 然後六月份我們部署的創維跟盛群 算是蠻多的 說實在 這一批的電話清代會員來講的話 部署的這兩檔股票算蠻多的 那當然也是因為我個人是看好這兩檔股票的業績 包括後續的表現 那技術現行來講 我很強調盛群他是被錯殺的股票 那創維來講本來 只要你 包括我訊息會員都知道 我特別會員都知道 我都已經一直聊到 這一檔來講的話 是看好他 IC設計輪動後面會有一段 噴漲走勢的一檔個股 那今天來講創維跟盛群 我必須談 創維跟盛群講 兩檔股票加起來 我今天的電話清代VIP會員來講 今天淨段66萬 這兩檔股票最後停歷淨賺66萬現金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們 這一段時間的相信 這一段時間願意 不去追買航運股 然後怎麼樣 跟著我 在這一邊來去做一個加碼創維 包含的在這個位置 這一種就是說大家覺得 不會想理會的那個時間點 因為這一段時間來講的話 那個5月底 6月份這一段時間來講的話 全市場討論度最高的就是 航運股 那他們手中有一定的資金 你一次可以那個 加碼創維10張 然後你這一邊可以慢慢 吃盛群買這樣幾批這樣下來 可以買到20張盛群 買到超過20張的創維 那其實都有一定的資金 他不是小資主 那他願意把這些資金來講的話 因為我的一個選股的策略 或者是我的那個看法 然後跟著我一起在這一邊來報他們 報這兩檔股票 然後就是 我本來就跟他們談到就是說 馮高來講的話 看到漲停板 等他漲停板要出 那我相信節目上都跟他交代過 我相信這個6月份來講的話 盛群有出過 漲停板來講有出過一批 那最近這個禮拜來講的話 這一個第二根漲停板包含了什麼 今天第三根 我相信做節目上來講的話 我就跟他交代過了 那今天來講 今天光是盛群跟創維 我這一批的會員來講的話 我感謝他們 當然我覺得他們是應得的 因為今天 淨賺66萬 佔果豐收 我覺得操作來講的話 是一個什麼 要怎麼收貨 就先要怎麼摘的一個過程 先部署好 然後這一些的基歐股 因為大家你現在可以 Google一下創維跟盛群 這兩檔股票 他們是什麼樣的理由 然後會讓股價來講 進入7月份往上噴 我相信大家你隨便Google一下 都知道什麼樣的理由 業績也好 或者是任何的利多也好 MCU的概念股來講的話 在第三季開始飆 那一定是什麼 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因為 每一段時間都不一樣 緊急循環股 你追在 剛好是 這一波來講的話 電子拉貨潮 要有所表現的 那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你本來就會比較吃虧一點 所以我一直聊到一個觀念 就是操作股票 你不是那個看到 全市長都討論 或是拉起來 大盤漲的時候 你就覺得買得比較安心 然後就跟著那個潮流 這樣一窩蜂去買 真實在股票的路可以走長遠的 一定是什麼樣 提前部署那個買進的時機 我在節目上也承認過了 就是說我已經錯過了 五月份 六月份 那一個可以 部署航運股的機會了 所以 我有思考過 我真的認真去思考過 如果是我自己的錢 我自己的操作 會不會因為全市場都封那個類股族群 不管是前面的生計或者是 這一波的航運股 我自己思考過 我如果是我自己的錢 我自己的操作我會不會追 我很明白的知道 我自己操作的習慣跟紀律是不會追的 所以我後面也選擇 好 我既然已經錯過那個部署時機 所以怎麼樣 我不帶會員去追航運股 我知道這段時間來講的話 你在節目上 談說我有帶會員買航運股的 會費很好收 非常好收 這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我選擇這件事情 我選擇我自己 維持我自己操作股票的風格 因為我自己的錢我都不會追了 我為什麼要帶會員追 我問過我自己這個問題 認同我的人 你就會知道 不認同我的人 那我沒有辦法 這就是緣分 我相信就是說 禮拜三來講的話 我在節目上已經公開的說明 因為當天來講的話 我的創委第一根掌停板的時候 有做一批的那個停力 賣出 我在節目上有講過 獲利了結之後 我們會換股 我們會有新的股票 禮拜三來講的話 我也跟大家談到 有一檔股票 我們是買他的 那一天那檔股票打跌停 當然我的精英會員來講的話 有順利的買到跌停板的股票 禮拜三的節目 我有公開這個訊息 我有公開這個訊息 禮拜三 那這一檔的股票 我相信 你如果注意IC設計的股票 有 一檔 漲停板的股票 就是我們禮拜三 帶會員買進的 停力 創圍 然後買進的股票 我就直接這樣談 因為這邊來講的話 因為 我希望 再往上拉一點點 我就會公開 我必須 我不希望就是說 看我的節目來講的話 因為你可以那個 搭上便車 那麼簡單 我也要保障一下我會員的權益 因為電話清貸會員 他交給我會費 不是一般的 訊息會員的那樣的會費 當然我的訊息會員 今天也是 不需要太過於難過 因為今天那種大盤大跌行情 我的專案會員 今天由兩檔股票漲停板 這一檔的股票 我相信 你只要在7月初 有在我Lite這一邊 來索取第三季拉貨潮 務必追蹤的族群來講的話 裡面其中一檔的重點股票 畫面左下角 小老鼠go rich55688 小老鼠go rich55688 第一個很重要的 我在Lite這一邊 放送出來的訊息 開放給你有實質資金的人 來拿到的資料 一定可以幫你賺錢 今天來講的話 其中的一檔的重點股票 拉出一根漲停板 我就聊過 下個禮拜 我把技術線型拉開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一眼瞄過去就知道 那個絕對我會帶會員買的那一種線型 那一種走法 好 第二檔 也是我專案會員的股票 今天來講的話 我訊息的專案會員 兩檔股票漲停板 那這一檔股票來講 就是這個禮拜三 買的 當然你回想一下 禮拜三的大盤發生什麼事情 啪 中錯嘛 盤中一段的擊殺嘛 你打開大盤日線圖 那一天是黑K棒 那一天來講的話也是一樣 股票打下來 我們去DJ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後續 我下個禮拜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在節目上公開 那我的專案會員來講的話 你先打開訊息 或者是你把這個禮拜的訊息 我們最近買的股票來講的話 今天有兩檔漲停板 不會吃虧啦 因為我的操作來講的話 我的風格 我其實不斷的在節目上談 我相信 我的忠實觀眾會知道 今年2021年 金牛年 我在那個2月 我相信我把這個翻出來 2月5號 當天來講的話 是台北股市要放過年 年假的一個什麼封關日 我在節目上特別談到 今年你要賺大錢 第一個 認清短期的修正 不是空方式 所以從1月 從5月 一個禮拜的下跌 很多人都以為大盤要破萬點了 要回到8500了 要破掉8000了 但你如果 如果掌握到 那個是短期的修正 不是真的空方式 就是買股票的時機 股票的操作 你今年要賺錢 不要再追高殺低 不要追高殺低 源自於你第一個 買股票的時候 不要胡亂追高 所以我一直強調 行運股很強 對 但是我在5月份6月份的時候 兩次 甜蜜點的部署 我錯過了 所以我思考過 我自己的錢我也不會 胡亂去追 所以我帶會員買的話 我寧願把機會放在什麼 後面會有機會表現的壓縮整理的電子股 所以我在節目上不只一次跟大家談到 大盤在5月份他是錯殺恐慌性的錯殺 甚至我一直告訴你 哪一些股票 是被錯殺的 今天我公開 庭立的盛群就是在當時 被錯殺的電子股裡面 很重要 我在節目上強調一檔標的 我在節目上已經強調 他是被錯殺的 你覺得我不會帶會員進去部署嗎 當然現在來講你可以看得到 經過前面5月底 緩步墊高6月份橫盤整理 股價雖然 漲得沒有很兇很快 但是進入7月份 第三季的電子拉貨潮 他噴了 所以我會聊到 股票的操作 不要追高殺低 你只要不追高 你就不會有後面殺低的問題 你航運股在6月底7月初 你不要用追的 你自然而然就不會買在 陽明跟長榮買在200塊以上 甚至220以上 你萬海不要追在300塊以上 你就不會現在來講的話 昨天漲停板 今天的第二天的往上漲 你要等著說到底 有沒有機會可以平安下車 或是到底後面來講的話 下個禮拜再漲 有沒有機會再延伸 因為我 泡在200塊300塊 你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那如果下個禮拜 談完之後 航運股又 不要說往下扎 他只要橫盤整理 很多人就會受不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 我在節目上 不是短期或是一兩天 一兩個禮拜跟他強調這個觀念 我是長期的 在節目上跟大家去提醒這個觀念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操作 這樣的紀律這樣的觀念 我付出實行 所以我希望說說接下來講的話 不管是航海王 他真的有甜蜜點的買點 甜蜜的買點在第三季出現 我會願意等 因為現在 還有機會讓我的會員 快速可以眼前一波的行情 補漲的行情 或者是噴出的行情 拉貨潮的行情 我要先掌握住 我針對航海王來講的話 我寧願等他下一波的甜蜜買點 如果你認同我 好好的 跟上我的腳步 好好的在我的LINE這邊 來跟航海王來做一些互動 小老鼠 Goldrich 55688 小老鼠 GORSH 55688 畫面上這個QR Code 你直接掃描也可以直接加入 接下來我在LINE這邊要分享的 勢必就是大家忽略到的電子股 電子股的族群裡面 有哪一些在第三季會有機會的 鎖定我的LINE 以上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見 摩爾證券頭部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